第一款是先試酸菜魚米線 我們試這個米線要像試熊酒一樣 試熊酒嗎? 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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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杯… 說一下 這個是不是已經… 寶寶辣了 這個很辣 很辣 很辣? 可以 我看了一條牌 也是辣吧? 太好了 但魚真的挺好 我喜歡湯的 很開心 我喜歡酸菜魚 酸菜是令你的胃口很開胃的 酸酸的味道 而且米線的質感都很彈性 我也覺得很辣口 很辣口 我也覺得有點辣 你這個真的是寶寶辣嗎 我叫就這樣叫,他不給我… 這個不能改變辣度 試試魚 這個不能改變辣度 就是酸辣魚味 酸菜魚味… 我們說是辣,但沒有人在停手 很久不斷吃 因為他真的很好吃 以我平時吃這麼多米線來說 這個辣接近Jessica說 她吃韓國的麵的辣 它是有點辣的 對… 麻辣就是你會… 鼻鼻鼻的 對… 我覺得Juliana現在好像喜歡吃了 對… 她很好吃 她慢慢欣賞 她在我旁邊… 很厲害 原來米線是這樣的 對…心靜意吃錯了 第二個,我為大家介紹米線 謝謝… 大家看看 是綠葡萄的 汤底 這是芥末 這是芥末 有些芥末 芥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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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芥末味好像挺香 芥末 芥末 芥末,記得喝完湯 剛才說你會喝完湯 試試喝完湯 但我覺得米線的質感 好像沒有剛才那種那麼彈 這個好像比較軟 軟一點? 對,我覺得… 好像有點未熟 你覺得如何 味道 沒甚麼分別 我覺得湯底覺得如何 好吃 我挺喜歡這個 真的嗎 始終對方辣了 對,這個不辣 Honey,你覺得怎樣? 其實吃下去 不覺得它的芫生味很厲害 我喜歡剛才的酸菜多一點 酸菜不是那麼辣,我會喜歡 但它辣了一點 再來 來了 大家猜得出它是甚麼 葉半米線 是,它是葉半米線 你知道是白色的嗎 豆腐 錯,是豆花 豆花… 對 有肉碎,最有趣是豆花 最有趣是有豆花 有麵 對,好像是豆腐 它的名字叫豆花米線 好,很棒而已 現在像豆花肺線 給它 是否有朵花在裡面 你便有朵花 這個對我來說 我反而比較喜歡有湯底 好像乾了 好像在吃肉碎 我比較喜歡有湯 你也喜歡有湯底嗎 我們大家不錯,口味也挺不同 有些人喜歡有湯底,有些人喜歡沒有湯底 你也喜歡沒有湯底,這個不錯 你覺得辣不辣 這個辣,這個一點也不辣 一點也不辣,我好 他今晚去廁所會很辛苦 但米線不一定要跟湯底嗎 是,不一定的 雲南那邊也有豆花米線 其實這是很正宗的雲南米線 我沒有吃過雲南的,我也不回答 很正宗 我們只能夠說,我有吧 只能夠說好吃是否好吃 有預算的,飛你過去試一碗 好,謝謝 好,來到最後了 這個就是涼拌米線拌 即是夏天吃,剛剛好,兩針針 夏天吃,兩針針 因為有青針 對,有青瓜,而且會拌一些醬汁 這個很像雞蛋麵 跟雞蛋麵一樣 對 對,我喜歡這個 但這個也辣 本身是否還有很多醬汁給你加 可能有些花生醬或什麼滋魚尺女 蒜蓉 這個可能是最標準的 正如你所說,夏天是挺好的涼拌 我本來想煮起來也會熱一點 我明白為何人們這麼喜歡吃腩肉 原來腩肉再加米線 我暑仔放棄 小心 新發現,又在鼻子裡 吃雞蛋 吃雞蛋 還說出來… 腩肉的米線是很配合的 因為腩肉可能比較重 加上青瓜,再加一點酸酸辣辣 是很開胃的 我喜歡這個 剛才那個可能很油 現在這裡有青瓜 中和油膩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拌的醬 比較有四川的感覺 剛才那個拌醬 像印尼拌麵的拌醬 我比較喜歡冷拌